清迈的这家三兄弟餐厅曼谷也有啊 哦 这里在修路 难怪那么堵 哎呦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了啊 我们终于把这个夜市给盼来了 是吧 天不黑没法吃啊 我们就到了那个上次有个火车夜市 不是倒闭了吗 倒闭了以后这边又开了一个新的 我们就到新的这个来 车子又停在对面的这一个Central的停车场 新的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之前的老的商家也有很多搬到这儿来了 当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商家啊 像之前特别出名的那个火车夜市里 有一个火山排骨 我上次来我根本没吃到 这一次我打算好好的来吃一下 因为这次我们吃东西的人的力量足啊 陈老师也在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点一份大三的火山排骨来吃一下 今天是周五 所以的话我估计夜市里人会很多 我们进去看一看 看看里面的情况 哎呀 主要还是买了东西没地做 还是得找到做的地方 我们进入到了夜市里面啊 现在夜市里真的因为是周五呢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就是人山人海 特别多 比我上次来的话感觉是热闹了很多 这次呢我们重头啊 想吃的就是火山排骨 因为之前来那一次没有吃到 哎 我们点了乱七八糟的一堆海鲜啊什么的 我们进入到了夜市里面啊 夜市里面这一次明显比上一次人还要多 而且很多的外国的游客 但是大家你看看都没有再戴口罩啊 这一次啊我们到这里来 主要的目的是要想尝一下那个火山排骨 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对地方 随便找了个摊 然后进去了就吃了很多什么海鲜啊 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他们这儿最出名的这个火山排骨没有尝到 这一次的话正好陈老师啊 陈老师是个吃货对吧 是个吃东西的内行 他就告诉我们哎呀 火山排骨没吃到你这是最可惜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又来了来找那个火山排骨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一种市井的气息 我不管去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 我总是想找一些当地的这种夜市 然后去尝试一下 这种地方我觉得是最有市井气息的嘛 也能最能体会当地人的一种饮食习惯 或者是一种风俗习惯 好根据指示啊火山排骨就在这个地方 哎是这一家吗 哇人好多啊人多肯定没错 我到外面去找饭店啊就到陌生的城市去看饭店 只要看到那个店铺啊人山人海的哎那你进去绝对就没错了 对就是这哇靠火山排骨这个是假的哎我们过后等我们来蒸的啊 哇我们的火山排骨来了这么巨大的一份啊 这个盘子就把整个桌子给占走了我的天呐 太厉害了好了哇这个火山排骨啊真的是太大了 啊我们这五个人吃不完我觉得这些对吧 对吧哎如果说你们对这个火山排骨感兴趣啊 记得关注我的新补岛肖恩逛区TV啊 到了那儿我们会有详细的介绍 行了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我就开始吃了啊 早上好睡得一晚上啊又大声出门去逛逛了 打算去逛一逛有一个在泰国唯一的四合院啊 哎是中式的一个四合院我们今天打算去看看它 现在是一个咖啡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的样子 从房间里出来忽然发现啊每一个房子的那个门口 都有张桌子啊那这里应该以前是做隔离酒店啊 做隔离酒店所以它肯定是一个桌子啊前台再来续一天 这家酒店老外特别多可能地段比较好吧 旁边就是那个娜娜呀舍美啊就在这个旁边 好办好了陈老师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哇车子也那么僵了啊出发 我们的车子现在又开到了唐人街的附近啊 这个老宅子也是在唐人街附近 当年那些老华人啊那些唐人啊也都是依附着美南河啊 就是在那个周边因为那时候的阿头啊什么都在这边嘛 所以的话一些古老的一些 华人的文化的传统的东西都围绕着唐人街 所以也就是叫唐人街唐人街 也就是因为唐人聚集的多了 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唐人的文化 车子开过来就变成小巷子了 就要在小巷子里开 所以开车过来是很不方便的 估计还有多少三分钟 显示还有三分钟 这里很明显就是有华人聚集的啊 你看看旁边的建筑啊什么的 中门就特别的多 哎呀过不去 呦这里是个小理发店 哦还有万事如意 你看这个壁画 朋友之家那就应该到了 我们得找地方停一下 然后进去看一眼 这个小巷子里车子就开不进去了 所以我就往里面走进去看一看吧 吉星 吉星什么 吉星拱照啊 对我震财 这种我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哎呀这里真的都感觉像我小时候啊 我们小时候那个城河的上街下街那一块的那种感觉 哎呀这个地很迷宁啊 这里还放了一块路板 走进去看看 哎呀 旁边的这些小窗户啊 哎 成龙那个A计划 记得吧那个 巷子里面骑过去 噔噔噔 敲一下这个窗子 窗子一开吧 后面的人就撞倒了 好像有那么一场追逐大戏 啊木质的房子 这边过来啊 还这么小的一个巷子 哎呦这边是什么 哦这里也是一个咖啡馆 我先去看看我们的那个 今天想主要看的地方吧 过会儿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再坐坐 这个地方也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喜欢啊 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网红地了 泰国人他们来看到这种中式的这种建筑啊 很明显是吧 白墙黑瓦的这种建筑 可能也觉得非常的好看 啊好像到了 好像到了 有人在这拍照我估计总是了吧 哎呀今天关门 Girls今天关门 哎呀太可惜了 进不去 我们就门口看看他的这些壁画吧 指日高深 非常的重视啊 你看到这个就根本不会想到 他是在泰国对吗 感觉就是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 哎太可惜了进不去 门上用泰文和英文写了 啊 啊可欧斯19号到24号今天哎呀真好是进不去的日子 那就只有下一次了只有下一次了 其实啊当年很多很多的华人到就是泰国来啊 他们都会选择是依附着这个梅南河啊 依附着这里他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离码头近 所以装卸啊货物啊这一类的东西哎 哎就是很方便 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周边就逐渐的形成了哎 有很多很多的华人的居聚集啊 很多的华人在这儿居住 呃那也就不能解释昨天我们去吃饭的那一些 啊海南鸡饭啊啊包括什么猪手饭啊啊这一类的这些华人的食物 哎也都在这块区域附近啊 啊因为一般都是这样吗 在这个地方聚集了以后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 哎华人的这种餐饮店就开始开出来了啊 餐饮店开出来以后哎慢慢慢慢聚集起来就形成了唐人街 基本上都是那么个过程 那今天是挺可惜的今天看不了啊 啊那我们只有下一次我再带大家进来看了 行那我们就往外走 都是这样子的建筑看到了吗 啊下面是砖的上面是木质的啊 啊这个算是个防盗厂吧啊 啊就是刚才看那个咖啡馆啊 他后外面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以前干嘛的 可惜车也没法停呃 单单他们还都在外头那我就先出去了 如果他们找到了停车的地方到 我们可以考虑着进来到这家店来看看 这家店其实我还真的挺感兴趣的 这个地方如果以后大家有机会来啊 建议大家是坐公共交通过来 啊因为自己开车过来 它确实是比较难停车 行了呢今天也只能这样了啊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逛逛看看 老师也没法停车就在这一直等着我 这一块区域到我是真的挺推荐啊 就是花人来逛逛的 都是这些中国式的东西 如果你结合他的这些历史啊 你去了解一些他这种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看看啊几百年前 华人在这个地方的一些故事 挺好玩的 我觉得这些店每一个店铺都可以弄成一个有情调的咖啡馆 是啊 谢谢大家